当地时间11月30日下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第28次缔约方大会 在阿联酋迪拜正式拉开帷幕 各国专家正要齐聚一堂 共议全球气候危机 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推动世界绿色发展方面 有什么样的作为 当天中心社记者专访了 联合国前副秘书长 世界资源研究所高级顾问 埃里克·索尔海姆 索尔海姆表示 中国在环境方面的治理 卓有成效 如今已称得上是 绿色技术的大国 所有绿色技术的大国 在每个绿色技术的大国 有更多60%的 磁石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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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磁石、磁石、电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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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、 电池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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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么都要注重点 中国现在是世界的领导 所以这个领导的领导 在领导的领导 不能发生 没有大量的中国的领导 索尔海姆认为 中国可以与世界 分享其环境治理方面的事件 索尔海姆强调 中国的崛起是过去40年中 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案例 与中国脱钩将会使世界更加贫穷 产生更多冲突 他认为欧盟也应该与中国 进行更多合作与竞争 促进欧盟实现绿色转型目标 我们不能以中国的中国社会 我们需要中国社会 设定为青春车的项目 而中国社会也会赚上去 因为中国现在世界的领导 在每个绿色的领导 世界的领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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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每个绿色的领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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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领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